我们现在要去就是这 玻璃栈道不去了 那个走起来感觉有点危险 有点害怕 我们要去玩更刺激的 高空滑速 上去之后看看敢不敢搬 因为这个爬上去还要一段时间呢 现在我们到达了华所这个入口处 正打算要上去突然被一块牌子拦着 这个胖人玩这种锁道都不让玩 可能会有危险 那怎么办呢 上去要不要看一看 上去看看吧 对啊 反正待着也是待着 我们上去看看吧 至少那个上面景色应该还不错 我们到达这个顶上边 看了一下这个绳子 确实是一百七十斤不行 这太细了 就太让我走我也不敢坐呀 从这边看一下 你看这个山谷应该是挺刺激的 如果要是金树够的话 一百七一下就好玩了 他这边还有铁箱子 会把这个乘客爬过去的滑锁再运回来 风景很好 这边还好 那边还好 那边还好 对吧 对 好我们就上来看看风景就可以了 看这边 看这边摊着风吹营地 在那一排 我们呢 在这个位置 还有点看不到 看到 特别小特别小的两辆车 这边还有个无边泳池 悬崖边上 说无边 其实你待在游泳池里边才能觉得是无边 在外边看 外边还是有边的 好不容易爬上来 整个珠沙谷镇的样子 看着还不错吧 我们现在要下去了 其实下到那个下边 那不是那能走 走 那估计要走远了 要从那个地方 嗯 先说那边 山后边 山下 下去的时候从那边 嗯 对对对 或者从那边走 这样走过来 那边没法直接下去 对 哈哈哈 油 哈哈哈 下去之后就别想上了 哈哈哈 落地层 对 就是它的玻璃桥 对不对 在前面这儿 这感觉也挺深的 你看下边也是那种 深谷悬崖底 但是大家上面的人走的都很淡定嘛 应该还好 看一下我这个萤火桶 用了好多年了 特别好用 直接把碳放在里边 下边用那个 户外的那个瓦斯 放到下边 瞬间就点着了 这样它就不需要把碳放到里边去生火了嘛 太费事 锁道是坐不上了 一直看到有人在冲上 这边划到那边 从那边划到这边来 这小方盒 现在走的这小方盒子呢 它是运那个 叫什么 它运那个 划锁的 它划回去 还要再拉回 拉到上面去 再继续划 今天景区里面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 怎么说这个 网速呢 就不太好 它可能这边的这个移动基站没有那么大承载力 看这个萤火桶就直接放在这个炉灶上啊 就可以了 它这个里面的火其实很大的 哇哇哇 瞬间 现在 镜头差点被烧了 很快的 大概就开不到一分钟 关掉就好了 就不需要 在野外呢 就不需要什么树枝啊 因为这种炭也是比较难引燃的 里边已经红了 看到了 一分钟之后 这边人自己燃起来 然后这样大概等了五六分钟吧 彻底就烧起来了 等一下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拎起来 倒在里边 开烤 好了 等它表面全部烧成白色之后 就可以开始烤了 现在呢 不行 现在因为它现在还多少有点盐 虽然这个炭是无烟炭 但是还是多少有一点 掉一点油上去 它就会变成明火 尤其羊肉的 它这个油啊 烤起来 它掉下去会比较多一点 鸡翅一点点烤 凳子来 坐在这比较好照顾它 先烤 先烤一串试一下 看这个火怎么样 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驾驶是挺好的 驾驶 味道估计也不错 味道是密质的 嗯 是我们那个地方的 子然 我妈自己买个整粒的 然后用那个打调料的机器把它打碎 这边防那个鸡翅 鸡翅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防果凉 一点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火啊 它如果烤鸡翅 鸡油流下去啊 它会着火 会有明火出来 明火出来 明火出来它就 羊肉是很神圣的一样吃 我们要善待它嘛 看看 我们先烤五串试试 看这个火怎么样 因为现在这个串好像穿的有点长 还能吃了这一串调料刚才已经撒过了 但是等一下 等它烤的差不多变色了之后 还要再撒一次调料 盐已经撒过了 签子太大了 刚才那波已经吃完了我们 虽然没有放辣椒的 这波要放辣椒 反正大家都能吃辣椒 热一下我们中午的菜 怎么样 味道太好了 赶快吃药趁热吃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肉 是吧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肉 好吃 你还是不吃肥肉就把肥肉拿出来 因为那个肥肉它 喜欢吃的人就 喜欢吃肥肉的人就觉得很好吃 第二波马上就好了 这一波是等下有放辣椒的 这很多人不吃 从来都不吃羊肉的人 吃我们的羊肉都没问题 都会上瘾 正经的羊肉串 好加辣板子结束 加辣板子可以吃了 可以了 直接就放这边 把那个签子 放这 好嘞 你开喝酒吧 唉 来吃 先吃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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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怎么样 嗯 这波比上去好吃 因为放辣椒了 鸡翅马上能烤了 马上能吃了 烤的 看着 已经有点焦焦的 外表稍微有变色 这种的 不匀的稍微再翻一下 要把四周都烤成这种 焦焦的 肌肉要烤一定要烤透 不然它这个 经常会有这种煮不透啊 会有禽流感啊 什么这种 反正疾病比较多吧 所以每次烤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烤透 烤到这个骨头里边的血流出来 再吃 不要涂嫩 烤干一点其实也很好吃的 第三波羊肉 因为签子不够用 所以我们吃了一餐之后 又洗了下签子 然后 又穿了一次 目前这火应该还可以 就是感觉有点小了 都要吃点鸡翅 对我们的鸡翅 已经出来了 卖像的 它卖像应该还可以 尝一下 底边好像有点嫩啊 晚上光线就不太好了 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烧烤 好 刚才加了下水 把水电全部断开 晚上 咱们睡觉了 这些东西就都放车边 一般晚上这边还是比较安全的 他们还在直播 火已经灭掉了 火已经全部完全熄掉了 地面冲洗干净 现在就算车内 可能有上来 把空调要关掉 因为这个空调啊 一直开着 关掉 哇看这边还有水杯啊什么的 瞬间灯还着着 先放这边 因为为什么放床头呢 万一晚上冷的话 打开这个最好的 我一般晚上喜欢把水堵在这门口 现在呢水泵就不需要了 卧室这些灯 室外灯先开一下 因为 对氛围灯要留着 我通常都是留这一盏灯 等一下把这个被子一卷放这边 晚上就应该不太会冷了 今天晚上不太会冷 就这样了 大家晚安